知了些就不要說了 知了些就說一下 之前聽過知了 拿回來 你猜你這麼厲害就OK 其實我以前都是讀傳理的 我是浸大畢業的 是一個讀廣播新聞系的記者 我是在這個 稍後 在 在 其實我是從事過電視媒體 報章 之後就做過記者 婚禮詩儀有時候都會 part time 有時候都會和Anita合作 幫她做活動的詩儀 好 以下這些就是我上個電視的相片 我會記下它 這個已經是十年前的了 像不像樣了 簽字 喂 媽媽不行 先看 簽字 簽字 嘉賓 簽字 簽字 來 來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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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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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是師姐山青年相會 這個要先說 其實這個就是小弟 那時候我想六年前 在Local Fund 拿了一個小小的個人獎項 都是一個公司給你鼓勵 就是說 你的業績都是 新人來說都是很標平 所以就有 這個就厲害 這個就在太平大維司那裡的 那在2021年的時候 那個業績都超過三名的 那年的人工都不錯的 OK Next 接著就再Next 再Next 謝謝 下一項 是的 是的 其實我的服務呢 就是最主要幫各位老闆賺錢的 基本上呢 我會幫他們在不同的實體部 會換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還有會換一個較便宜 我會Add Value 下次麻煩 那以下這些就是我合作過的品牌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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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這間我想說少少的 那這個Casa Banker 其實之前它是未上市的 那第一次它上市的時候呢 它是用了一個財技的手段 它要開很多個不同的獨立店 它才可以做到一個revenue的時候 才可以上市 我相信各位老闆行都知道 那以後來呢就是另外皇后 在香港State 即State已經超過了80至100年了 那它是一間老店 是的 那它 接下來都可能會和它有些合作空間 好 下一項 那跟著就幫不同的品牌 例如Sun Raquel 那它那時候呢就是這個Lanmarco 幫它搬出來 那那時候的租金呢就是十分之厲害的 是超過75萬的 月租 是的 麻煩一下熱 那另外呢就是有Costini 不過很不幸 因為大家疫情底下都看了新聞 Costini其實是全線就差不多是沒有做的了 但是它們很有實力的 它們本身背後老闆是廠奧來的 那另外是西雲卓南家 那幫曼玲租了一個位置 六十萬 那其實同一個位置 在三年後 我是幫Oriental Traffic 一個做鞋的 是拿了一個店 大概那個時候的租金是 同一個位置 是變了四十五萬而已 那現在就做不回這個的價錢了 謝謝 那然後revenue 那如果大家有看新聞的話呢 它都很不幸 在疫情底下都成為了受害者 那它是被人臨紅了一天 最後它都還欠我少少錢的 是沒有還給我 是的 因為我最後是幫它開了一間店 在銅鑼灣的 銅鑼灣的禮頓島那裡 那現在這間店我都幫業主販租的 那另外是老鳳場 它還在那裡 它很厲害的這間店 那時候就幫它拿了個 緋翠明珠廣場地下 那上面是戲院來的 大家經過的時候應該都見到它 有空幫忙一下它 都OK的 好 那另外呢 HITSO那些都是我的客戶 另外這個在這裡的 Food Republic那時候呢 現在在這個行空中心的地庫 是我小弟幫忙租的 那時候租的價錢都很划算的 基本上我相信它見到我都會很開心 這個幫它賺錢 這個 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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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難關法 那這件要講了 隆重要介紹一下我 這個裝修 漂亮 那為什麼漂亮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合作 都算是小小派 都算是小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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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但是租金都有點壓力的 因為都很成人家 是啦 好 那next 是啦 就是剛才說的那間BO2 那它就是因為業務上有些困難 是啦 另外一間呢就是Coffer Academic 就是在浪澎方塊開的 大概都差不多那些價錢 是啦 那有沒有人知道這間在哪裡 Samsung 中環 唉 真是厲害 會主席真是不同 好 大家認得了吧 這間是中環 那小弟在2021年的時候幫他開了 那那時候都上了報紙的 好 慢慢 唉 這些 sorry 先去上一頁 這個呢就幫襯我們隔離分會的會友 是拿這個公仔 那都是 就是我會幫襯到其他不同的會友的 Thank you 這間上了新聞 大家可以找來 好 next 那另外就是OP Mall 在荃灣西的上蓋 海之戀 都幫他做了 其實都有介紹給不同會友的 不過有時候就未必拿到那個餐飲 那這個就在海廣城 海廣城那他開了 跟著另外就是近年一些的 那就是 好 左手邊那間餐廳 有人知道在哪裡 是嗎 有三萬 唉 這個說的 中環 喂 喂 別這樣 I'm too willing to know 我介紹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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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另外 右手邊呢 有沒有人知道在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右手邊的間是賣什麼的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賣紅仔 賣紅仔 賣紅仔錯的 不給你 不是賣紅仔的 賣口罩嗎 沒有口罩賣 什麼 對 賣紅仔 還有家品 對 都是一些 因為其實今天的禮品 我是光顧他買的 嗯 都很煩的 因為都聽我說的 好 接著 下一步 接下來就是一個 Future的Transaction 其實 有些不能說的 這個朋友仔也能說的 都幫他在南風 來著那個 啟德 新未起的商場 他來著那個啟德商場 ASI叫做 他會在啟德站上蓋開的 那來著大概九月 九月中 他們才會正式開給現場市民去的 好 麻煩 其實說回未來商店的挑戰 人才流失 是一個比較重要性的挑戰 因為大家都有看新聞 很多人已經移民了 很多勞動人口 沒有了 那些人怎樣請人呢 我想想在座各位老闆 可能都面對著同樣的警方 特別我 餘餘的客戶更加多 例如這樣 食業和零食業 都難請人的 那接著是加息 令到他們借錢 其實都是借貸成本高了 所以變相他們都不太願意去 投資商戶或者生意那些東西 那另外 那有些什麼機遇呢 就是講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講一些好東西 因為遲了通關 相信新聞都有講 那基本上 那個旅客數字 已經是雙倍之前的 那另外 那個租金下跌 其實對於營商環境來 都是一個好事 好 麻煩 還有我想說 雙舖為什麼這麼重要 還有會重要做 因為本身那個 街上的店鋪 是有限制的 就是你不會突然爆 有十間店鋪在地上 地上只有這麼多位置 所以為什麼雙舖 是一個投資的重要性在這裏 好 我怎麼講不講這裏 是複雜 好 那我其實都需要一個 referral的話 就是一些零售客戶 餐廳老闆 投資者 還有用家 現在基本上都是用家 市場為主 可能會自己買來自用 那另外就是 我的power team 就是有設計 有任何的service provider 都可以的 好 那我來人呢 就是想問三個問候 打一條 Foodlocker 究竟有幾多間實體店鋪在香港 好 六間 好 給點掌聲去 這個 有看新聞 加上 圖商店鋪 說出兩間由日本過來的香港零售店 是要超過八千呎的 在香港 Macon 還有 很多間我已經去 當當當其他的名字 還有呢 Eon 不算 Sogo 新的 Sogo 其實我心目中有答案 是最新的兩間 是 其實你對 就有一間 適合了 當當當其他的名字 不是 新的 新的 這兩間 有文字 重滿清 這個是說的 重滿清 這兩間是比較上aggressive 還有最新的 希望令到大家都有一個市場的觸覺 那另外 第三題 這條是問題 誰 誰說 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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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好